如果我們有做疫苗的施打 我們現在會陷入這個困境嗎? 很多人開始必須要請防疫照顧假 因為小朋友在家沒人照顧啊 難道真的讓他一邊線上學習一邊打電動嗎? 那政府說這個不一定會影響到整個經濟問題 那請問我少了這份收入來源的時候怎麼辦? 可不可以拜託政府苦民所苦 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想這些事情 紓困4.0方案出來了 很好,這是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為什麼?如果早在一年之前 我們有很多的機會去超前部署 除了我們把防疫做得好之外 難道我們都不用借盡其他國家的一個經驗 去思考疫苗的施打嗎? 如果我們有做疫苗的施打 我們現在會陷入這個困境嗎? 如果一開始就讓我們知道未來可能的演變跟發展 就產業政策的部署上 難道我們不能先採取一些動作嗎? 因為都沒有 因為都沒有做到 因為都沒有超前部署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紓困4.0 這本來就該做的 而且本來可以做的更好 好,那反正 紓困是給您出來了 那我再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因為它只有三個月 所以我想請問的是 是不是三個月以後 我們就可以走出疫情的困境 我們就能夠擺脫疫情的陰霾呢? 那如果不是 是不是不要再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來給予我們有樂觀的期待 如果你告訴我這個紓困要半年 我有心理準備 未來我們可能有半年的時間要做長期抗戰 為什麼? 我簡單算給各位聽 現在已經要進入6月了 然後呢 疫苗會來的時間 如果我就講3000萬劑 那就基本上按照政府所公佈的 這個 我們所看到的新聞大概是8月 8月底的 我估計 那參考其他這些 醫學專家的一個說法 疫苗的施打 以目前台灣的量人來看 估計要兩個月 這兩個月能夠把疫苗施打完畢 我們是不是還要兩劑喔? 而且我們還要做兩劑喔 現在講的是第一劑而已喔 還有第二劑喔 你要打喔 再來還有一個觀察期喔 8月 10月 11月 我估計就差不多要到11月甚至年底了 再來參考新加坡的經驗 整個疫苗施打 達到一定的免疫程度以後 那接下來 疫情過後 整個經濟水平慢慢回復到之前的水準 要3個月喔 那再加3個月 那就是明年2月喔 那所以如果到明年2月才能擺脫疫苗 你現在只有紓困3個月 到底是我們的認知有錯誤 還是政府很有把握 能夠在3個月之內就帶領我們擺脫疫苗 就目前政府所規劃的紓困方案的細節當中 我想問的問題是說 就這樣的一個金額而言 那意思是說 我們就是填飽肚子就好 那我的貸款怎麼辦? 我的房租怎麼辦? 我的信用卡費怎麼辦? 我小朋友的教育費怎麼辦? 請問一下政府能不能直接 在這種特殊的情況 行穩給金融機構 我們的利息在這段時間 我們所有廣大民眾的貸款利息 在這段時間 是不是可以免針? 因為畢竟是特殊時刻嘛 再來 銀行能不能讓我們這些 遇到困難的這些朋友們 他的貸款能不能還繳呢? 不是不繳 我還繳呢? 金融機構絕對扛得起 這幾個月 甚至長達半年的變化 金融機構絕對扛得起 大家不用去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一般的小老百姓呢? 我這個時候還要繳利息 能不能減免呢? 我這時候還要繳貸款 我都沒工作了 我的整個餐廳都營運不下去了 我的小吃店 我的夜市 我這些攤商 不能內用 那你說叫外帶叫外送 最後大家都在自己想辦法 在家裡簡單解決就好 因為要量入為初嘛 那這些攤商 這些小吃店 這些店家怎麼辦 不是每一個都是大型的 這個餐飲集團啊 能夠度過這個艱困的時期啊 你要用政府的這個願景 跟魄力 來去執行這件事情嘛 而不是只是一直解決 目前短期的現象 然後再來滾動式調整嗎? 還是永遠要來做校正回歸呢? 那再來 剛才我所談到的 還有小朋友的教育經費的問題 實際上很多的學校 早就在政府宣布停課不停學之前 就已經超前部署了 甚至比政府的動作還更快 但是我想問的是 如果有些學校 比如說幼稚園已經不能去了 那他也沒辦法做線上的 那我的學費怎麼辦? 幼稚園能退給我嗎? 退了他可能也出問題 那這時候政府是不是應該要介入呢? 來協助呢? 不然我學費還是要繳 然後我工作又沒有著落 現在甚至很多人開始 必須要請防疫照顧假 因為小朋友在家沒人照顧啊 難道真的讓他一邊線上學習 一邊打電動嗎? 不可能嘛 好請了防疫照顧假 我特別上網去看 如果因為政府要求停業 政府僱主可以不用給付薪水 在這段時間 但是如果是僱主自請 自己主動發起 停業 那薪水的給付 由僱主跟員工協調 那意思就是 這個如果僱主 真的沒有辦法 他可以不付 請問有多少僱主有辦法承擔? 那如果這一段時間 加上防疫照顧假 員工的薪水沒有辦法領 甚至我知道 我很多在 這個足科上班的朋友 有些已經留職停薪了 因為他發現 沒有辦法一直請防疫照顧假 甚至民眾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這可能要一路到什麼時候 5月6月7月8月甚至9月10月 都有可能的時候 我是不是先乾脆辦你留職停薪 那請問我少了這份收入來源的時候怎麼辦? 那政府說 這個不一定會影響到整個經濟問題 可不可以拜託 政府苦民所苦 站在我們的立場 去想這些事情 沒有人 希望碰到這樣的困境 但是如果 有人能夠在 一年前提早去做相關的部署 如今我們會陷入這個困境嗎? 那當然我們也很樂意配合 不要在外面到處亂跑 盡量不要外視 沒事不要出門 不要群聚 不要再到不該去的地方 我們都很樂意配合 我們也忠心的期待 疫苗能趕快進來 配合政府去做施打 但是在這段時間 我們的經濟問題 誰來協助我們解決 在這個疫情過後 我們的經濟問題 誰來幫我們解決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還要花多久的時間 才能度過這個難關 我們也不知道 在疫苗施打過後 我們多久能恢復正常的生活 因為沒有人願意 實在的告訴我們 都只是先告訴我們說 不用擔心 我們先到這個時候 到時候我們再滾動式的調整 那會不會在這種 太過樂觀的預期之下 反而我們失去了 應該有的準備 跟應該有的嚴謹的態度 這也不就是去年 我們有很好的一年的時間 我們一個防疫的機優生 原本有足夠的時間 讓我們去做相關的佈局 但是會不會就是 因為我們太過樂觀 太過輕忽 對未來有太過於美好的願景 而導致驚人的下場 我真的覺得 大家都應該認真的去思考 接下來我們到底該怎麼做